不玩乐园 彩虹探险记 生活在森林里的兔、兔、兔和集集 近来对颜色很感兴趣 他们都很好奇颜色的世界 一天,他们听说彩虹是由七种颜色组成的 并且只有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才能看到它 他们决定踏上探险旅途 一起去寻找彩虹的颜色 他们来到了一座丰富多彩的花园里 兔儿说 红色的玫瑰花 集集说 黄色的向日葵 步步说 蓝色的绣穷花 兔儿和小伙伴们都很兴奋 在花园里看到这么漂亮的颜色 小伙伴们来到一片金黄色的稻田 步步说 哇哦,都是黄色 兔儿和集集来到了海边 兔儿激动地说 太美了,蓝色的大海 集集说 好舒服的绿草地啊 步步来到了一块南瓜地 步步惊讶地说 好多橙色的南瓜 在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太阳雨 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 兔儿,步步,集集开心地欢呼着 回到家 兔儿,步步和集集 兴奋地向朋友分享 关于彩虹颜色的探险经历 兔儿向大家介绍彩虹是由 红、红色、橙、橙色、黄、黄色、绿、绿色、蓝、蓝色、电、蓝紫色、紫、紫色 这些颜色组成的 布埃乐园